欢迎收听白话史记 演播福林 吴泰博世家三 十年春天 越国听说吴王在颖都 国内空虚就趁机攻伐吴国 吴国另外派遣军队去攻击越国 楚国向秦国告急求援 秦国派兵救楚攻击吴国 吴国军队被打败 和驴的弟弟夫盖看到秦越两国连败吴国 吴国又停留在楚国不离开 于是夫盖就趁机逃毁吴国而自立为王 和驴知道了才领兵回来攻打覆盖 覆盖被打败而逃奔到楚国 楚昭王因此才能在九月又回到颖都 而封覆盖于唐溪 视为唐溪市 十一年 吴王派遣太子夫差攻伐楚国 攻取婆意 楚国恐惧 因而从颖都迁到若 十五年 孔子担任鲁相 十九年夏天 吴国派兵攻伐越国 越王勾剑 在罪里迎击吴军 越国派遣赶死队挑战 赶死队员排列成三行 冲向吴军 高声叫喊而自杀身死 吴兵感到怪异 争相旁观 越国就趁此机会去攻伐吴兵 在姑苏将吴国打败 吴王和驴的手指因此受伤 军队撤退到 离姑苏七里的地方时 吴王终于伤发而死 和吕临征 一命立太子夫差为军 对他说 你会忘了勾剑 杀死你父亲的仇恨吗 夫差回答道 绝不敢忘 到了第三年 才报了越国杀父之仇 吴王夫差元年 任命大夫薄皮为太宰 讲习战事之道 时时刻刻以报复越仇为孽 二年 吴王派出所有的精兵去攻伐越国 在夫交把越国打败 报复了在姑苏战败之耻 越王勾剑 领着代甲的兵士五千人 退守于会计 派大夫文整 透过吴太宰博皮向吴国求和 请求把国政交还给吴国 而自己愿意屈身为奴仆 作为求和的条件 吴王准备答应 吴子虚劝谈道 以前有过是杀死真冠的国君 而又攻伐真寻 消灭了下后帝像 帝像的妃子后明 那时正有运在身 逃到有人 而生下少康 少康担任有人的墓镇 有过是又想杀死少康 少康逃奔到有余 有余是追念夏德 于是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嫁给少康为妻 而封他于伦地 只有十里建方的田地 五千人的布政 后来就以此收取下朝的移民 修整下朝的官制 派人去诱饮有过是 终于消灭了有过是 恢复下雨的基业 继续下朝的祭祀 承受天命为地 承整下朝的版图故地 现今吴国并不如有过是的强盛 而勾建的势力又远远超过少康 现在如果不借这个机会把他消灭 又要去宽容赦免他 将来再想要消灭他 不就很困难吗 而且勾建的为人 能够忍受辛勤劳苦 如今不把他消灭 将来一定会后悔不及的 吴王不肯接纳 而听从太宰薄匹 终于答应越国求和 与越国定立盟约 而退兵离去 七年 吴王复差听说齐景宫去世 而大臣争权 新军的势力又微弱 就起兵北伐齐国 吴子虚劝谏说 越王勾建 饮食不讲求多位 衣着不讲求多彩 生活简朴 又去哀悼死者 慰问疾患 而且想要动员其人民 他如不死 必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 现在吴国就有如我们的心腹之患 而君王不先加处理 反而却致力于攻法齐国 如此做法不是很荒谬吗 吴王不肯听从他的劝谏 就北向齐国在爱陵 把齐国军队打败 到达增议 召进鲁埃宫 向鲁国要求 功用百劳 季康子派遣子贡 以周礼劝说太财薄匹 这件事情才得以平息下来 吴王因而留在齐鲁两国南面的边境巡行 九年 为邹国去攻法鲁国 到了鲁国 与鲁国定下盟约 才退兵而去 十年 又借此机会攻法齐国而回 十一年 又派兵 北伐齐国 岳王勾建 率领他的部政 朝见吴王 呈现吴王很多的财货 吴王非常高兴 只有吴子虚心争忧拒 说道 这种作为是表示 岳国将要背叛吴国了 因此就劝谏吴王说 岳国是我们的心腹之患 现在我们对齐国已经完成心愿 可是两国的风土习俗不同 我们虽然得到齐地 却有如得到十天一般 无法工作 而且盘公之告说 刑事如有失坠差错 将会被消灭无遗 以此作为警惕 商朝因此兴盛 吴王不肯听那 派遣子虚出示齐国 子虚就把他的儿子 嘱托齐国大府报事照顾 回来向吴王报告出示经过 吴王知道了这件事 非常生气 给了子虚数漏之剑 要他自杀而死 吴子虚 吴子虚临死之前说 我死了之后 就在我的坟墓上正植紫树 使他成长之后可以制造棺材 挖出我的眼睛 放在吴国国都的灯门上面 让他将来可以看到 越国消灭吴国 齐国的报事杀此齐道公 吴王知道了 在军门之外哭到了三天 然后就走海盗去攻打齐国 齐国人打败吴军 吴王才领兵回国 十三年 吴国征召鲁魏两国国军 汇于陀高 十四年 吴王北上与诸侯汇于黄池 想要称霸中国 以保全周王室 六月丙子 豫王勾建派兵更伐吴国 已有 越国五千人 与吴军交战 丙须 俘虏了吴国的太子 有 丁亥 攻入吴国国都 吴人把战败的消息 报告给夫差知道 夫差想加以隐瞒 不愿让诸侯各国 知道这件事 可是 却有人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吴王非常生气 把原来向他报告消息的七个人 统统杀死在荣木之中 七月薪丑 吴王与禁定宫 中送着要当诸侯的盟主 吴王说 就周氏而言 我为太伯的后代 您被教掌 禁定宫说 就姬姓诸侯而言 我是侯伯 帝位教尊 彼此争送不绝 禁国的赵央一怒之下 准备率兵攻伐吴国 最后才以禁定宫为盟主 吴王已经和诸侯结盟之后 与禁告别 想要去攻伐宋国 太宰伯伯说 虽然可以战胜圣国 但是圣国风土习俗和我们不疼 并不适宜我们居住啊 才领兵回国 可是太子已经被人所俘虏 国内空虚 而吴王在外时间很长久 士兵都疲惫不堪 于是就派遣使者 带了贵重的财货送给越国 而与越国讲和 十五年 齐国填长杀死其剑公 十八年 越国国势日益强大 越王勾建 又率兵在立则 把吴国军队打败 楚国消灭陈国 二十年 越王勾建 又攻把吴国 二十一年 围攻吴国国都 二十三年 十一月 丁卯 越国打败吴国 越王勾建 想要把吴王夫差 迁徙到永东 给他百户人家 要他居住在那里 吴王说 我年纪大了 已经无法来侍奉你了 我很后悔当初不听吴子虚的劝言 使自己落到今天 这么悲惨的地步 就自己自杀而死 越国灭亡了吴国 杀死太宅伯匹 认为他不争于吴国 然后办事回国 太宫评论道 孔子说 吴太伯的德性 可以完美到了极点 再三地 把天下让给弟弟 使得人民 找不到具体的事迹 来称赞他 我读了古文春秋 才知道 在中国境内的渔国 和在金蛮之界的巨无 原来是兄弟之邦 阎灵妓子的人心 以及项目道义的胸怀 永远不休止 能够观察隐危 而知测时代的治乱 啊 他又是一个 多么健文鸿腐 博实事物的君子啊 三岁 三岁 创 100-1 三岁 大家 用心 二 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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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岁 三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